欢迎您好 欢迎准时收看涨跌密码 台北股市间持续的反攻 中场是上涨62点 收在13100点 今天的成交量是1542亿元 今天还是怎么分析现场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大宇国际投顾的张雨铭分析师 欢迎您 明儿好 投资朋友 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欢迎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还是怎么观察 我们先来请教张雨铭分析师 好的 连续反弹三天 看到三根红K 当然相对是不错的 大盘这一波从最低点算起来到今天 反弹了471点 这波跌幅是5900点 5990 跌了将近6000点 反弹471 说真的还是非常的不够 未来的行情如何看待 我今天解盘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我们先看这个新闻 这个是10月18号的新闻 友达大同年代241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 我要讲大同 大同 我记得大概三个多月前 有一个好朋友在一次饭局里面跟我讲 张雨铭 你要多注意大同 你要叫你的客户买大同 我当然就说 这种消息很多 那我当然就问为什么 这个事情不能讲 海哥也都进场了 那讲很多 股市里面的一些 这个炒股搞手 海哥都进场了 你要注意 我当然就听一听 笑一笑 后面有一个很大利多 这个还不能讲 我当然就知道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连带案 哪有什么特别利多 那后来有个经理 也是高阶的 银行的高阶主管 跟我讲这件事情 跟大同有关的一个很大利多 但是不能讲 不能讲 过一阵子你就知道了 其实我心都明白 就是连带案 还有什么大利多 就这样 好 当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投资名 那请问大同到底在哪里 好像又有主力要进场 这个要有银行的连带 甚至朋友跟我说 你今年下半年 你只要一只大同 你就可以值回票价了 我当然都笑一笑 因为这种消息太多了 说真的 我每天在股市里面 收听到我天线很高 很长 收听到四方八面的消息 那听不完 好 笑一笑 那我们来看看 到底大同有没有赚 今天已经11月2号了 哇 大同没有涨还差点破底 所以你看从这一天 这一天是6月16号 到现在将近半年 大同没有涨 不是吗 你买进去可能还倒赔 对不对 不是谁都进去了吗 银行又连带案都通过了吗 所以每次听到一个消息来 我很简单只会做一个动作 我把股权系统打开 看一看 我当然也把图会回传给这个朋友 他都跟他说好像还没有 我要看到这个图 就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 没有你不用猜 你也不用分析 一看一秒钟就知道了 没有就是没有 你进去就赔钱而已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同样的 我是用这种事情来处理很多的讯息 我说真的 我讯息真的非常非常多 很多人都会主动 不用钱的把讯息传给我 希望我带着我的会员去买 但对不起 我都听一听 我会回来看股权系统 如果是不对的那对不起 谢谢再联络 我才不会跳进去 还不可怜 我们做老师要凭良心 我们不是要去把会员收进来 然后把会员带去给主力坑杀 这种事情我永远不会做 不好意思 股市里面没有后违要 但是有早知道 如果你早知道 你不会去买 你怎么可能去买 不是吗 这是6月16号吗 当6月16号 如果你有大同 赶快出啊 不要说你赔多少 至少你套半年了嘛 不是吗 所以看到空头格局来 不用怀疑赶快跑就对了 好 世界先进今天发了很多的新闻 营收跌破百亿 第四季 好 这个世界先进 明年要砍资本支出 怎么又要砍资本支出 看到联电 看到群创 看到台积电 对不对 看到热光 通通在砍资本支出 那很简单的道理 为什么要把资本支出砍掉 你本来花那么多钱去建厂 去买设备 为什么要把它砍掉 因为没有那么好嘛 你干那么多厂要干嘛 所以当你看到砍资本支出 就表示他们公司 自己都没有看老明年嘛 解读就这么简单 当然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哎呦 营收不到百 好几个新闻 有三个新闻 天啊 股价已经跌66%了 高点 在去年的 这个 2021年的6月 到现在一年半左右了 这一年半里面 世界前进跌了66% 对啊 你是看到消息 你也知道不对了 可是对不起啊 那66%就要买单哦 所以你不能今天才看到 今天开到这货回莫及了 你要早一点 在高点的地方 就看得懂 就转空了 这非常重要 你在股市一切的损失 就是你高点没有跑 就这么简单 那你高点怎么看得懂 高点看得懂 对没有几个啦 这次一万八以上 能够看到你台股转空了 有几个 说真的 可能一个 就一个而已 所以高档能够看得懂 太难了 高档当然不能看空 看空会怎么样 看空会受不到货源 每个都说 这个地方一万八 要涨到两万五 要涨到三万点 你赶快进来 我带你买标股 明天就会涨停板 哇 这样很多人都进来 缴钱进来了 那如果我跟你说 高点到了 台股要开始 以天屠龙 吓死了 赶快散场 所有人都退场了 因为我讲转空 第一个 你觉得行情没有 没有你也不会参加 这是我们的退场 所以分析师不愿意讲空 后许他也知道高点到 他不愿意跟你讲 讲就没生意 所以能够凭着良心 摸着良心 高档还敢跟你讲的 太少了 不是今天永远都是这样 所以散透你看节目 你会陷入很多很多的迷失 分析师多的地方 没有真相 大卫做生意 他都是昧着良心 然后每个人看不懂 台股早就已经是六个死亡 交叉 怎么会没人看得懂 外资已经卖一年多了 怎么会没人看得懂 不可能 可是为什么大家不愿意讲 讲了就没生意 所以你看节目 你会找不到真相 好 那我们看这样一段 等一下也66% 天哪 一百万进去就剩三几万了 一千万进去都赔掉660万了 所以想想看 那如果早点看懂 逼开不就很好 对啊 这边还在盘整 最少这一根你一定要跑 你不跑后面就没命了 对不对 问题这里你怎么可能看得懂 你不可能 那谁会看得懂 客观的工具就会看得懂 他会跟你讲 这个地方转空赶快跑 真的吗 哎呦真的有 一月七号 还很早 将近一年前 现在十一月 一月七号十个多月钱 这里如果你看得懂 就这里 就这一根 这一根卖不会卖得不好 卖得很漂亮 这里你看得懂 赶快出厂 这一段都不能卖 不是吗 从一月七号到今天 都是空投格局啊 那今天请问一月七 今天到这里是已经十一月二号了 那请问这个空投修正完毕了没有 没有啊 三线根本没有像您走靠统 怎么会修正完毕呢 所以这样你就看得懂 你高档就会跑 还没到买点 你不会追 对啊 你这里会跑啊 这里你也不能追啊 因为还没修正完毕嘛 是当你看得懂之后这一段 头这边最少60%你就避掉了 你就可以避开 你就可以成为股市的赢家 所以我们说股市里面没有后悔要 但是有早知道 有啊 这里跟你讲转空啊 三线跌破 趋势往下筹码迷乱动能不足 变成绿色的啊 有啊 这是一月七号 今天都已经十一月二号了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早知道 所以股市里面没有后悔要 后悔来不及啊 但是有早知道 你能够早知道 你就可以避开风险 张爱民你会不会从一月七号到现在 带会员去买世界先进 当然不会啊 怎么可能 不要闹了 这怎么可能呢 不是吗 所以这个操作原则 你要记得 空头格局的股票 不要去买 不要去碰 不要去追 好 群创 调降资本支出 又来了 又会调降资本支出了 台积电 联电 热光 群创 通在调降资本支出 当然这个最后是不利 不然是世界先进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哇天哪 又是叫员工休假 又是大亏 对不对 又是十年来最差的 又是高层鼓励休假 你看 这么一大堆利空发出来 头这边啊 一大堆利空发出来 对啊 你看到最少八个利空 最近而已 哇天哪 63%了 你来得及吗 不然群创 也一样啊 69% 你来得及跑吗 虽然很显然 你是高点就要看得懂 你不是等现在 再来后悔莫及啊 你看到七八利空 再来跑 对不起啊 你要只要百分之 六十几到七十的一个 这个损失啊 那你会受不了的 懂意思吗 你这样一次 你就毕业了 你就算有钱也不多了 就几乎啊 就几乎股市也不要看了 因为钱都快赔光了嘛 懂意思吗 虽然很简单 你必须早知道 股市里面没有后悔 但是有早知道 你早知道 你不会去吗 你想想看这两年 赵一鸣是不是跟你说 友达群创好 应该不会 因为我从来不看好面板股 所以你很少看到 我在解盘 你没跟你讲面板很好 这个很漂亮 没有 EPS多少 本利比很低 从来不讲这种话 为什么 我为什么不看好面板 第一个 技术拼不过日韩 日本韩国 产能拼不过大陆 论产能 你又没有大陆大 论技术 你又没有日本 韩国好 大资本投入 一个面板厂都是 几百亿投入 低毛利 要花很多钱 赚一点点 你就不用搞 技术又比不过日本韩国 你去参观看就知道了 所有价位贵的电视 都是Sony 三星 Shop 没有台湾的 你台湾做的 价格一定很低 因为你没有那么好的 设者出来 没有那么漂亮的功能出来 所以你是比不过人家的 那你技术比不过日本韩国 产能又拼不过大陆 我在大陆的时候 有时候进 这个社区的一个 他们叫小区 我们台湾叫社区 进了电梯 然后里面就贴出一个 一些卖东西的商品 贴在那个电梯里面 电视一台算一算 看哪些 人民币多少 980 算一下 4.5 天哪 一台4000多块 这是我在台湾买 天哪 这一台最少两三万 大陆卖4000多块 你怎么跟他拼 你拼不过他 你怎么跟他拼 所以我们说面板 为什么我不看 有原因呢 产能拼不过大陆 技术拼不过日本韩国 那请问你要跟他拼什么 投入资本那么多 毛利一点点甚至亏损 有啊 你看这不都亏损100亿吗 你看刚刚的 亏损100亿啊 不是吗 都亏损100亿啊 不是吗 投入资本 亏损100亿啊 所以你看这样 搞 那怎么搞 所以这个产类 股价是不会好 所以你看我从来 不跟你讲 我说买友达啦 我带货也买友达 我带群创买 买多少赚多少钱 我从来不讲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 不是我应该介入的标的 我们只能祝福他 就像我们爱不到他 女朋友爱不到 我们祝他幸福嘛 你不是说女朋友爱不到 我去砍他 不对哦 这样不行 爱有人没得到 我们就祝他幸福 所以买面板 我都祝他幸福 我的节目都是这样讲 从来不会违背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 联勇 哎呦 怎么联勇也跟群创 跌差不多 群创69 联勇跌68% 那为什么 如果你今天没有看好面板股 那你怎么去买联勇 为什么没有看好面板股 不能买联勇 为什么面板转弱的时候 转空的时候 你不能买联勇 你必须有这样的专业基础 为什么 联勇跌不是跟群创跌差不多吗 群创跌69% 联勇跌68% 那为什么联勇 面板跌 他跟着跌 这没有写啊 有啊 联勇为全球最大 LCD 就是面板 驱动IC设计场 他在做什么 他在做面板的驱动IC 那当面板不好 联勇怎么会好呢 这不很简单的道理吗 都怎么样 所以你不懂这个 你去买联勇 哇 细啊 赔68% 如果你把钱赔在这里 如果你不喜欢面板 那你买联勇 那这莫名其妙啊 不是吗 这两个就打架了嘛 你不喜欢面板 你喜欢面板的驱动IC 这逻辑就不通嘛 懂意思吗 所以如果你去买到联勇 我觉得很可惜 那表示你专业是不行了 要好好学习 懂意思吗 我们看股权系统 都空到格局 最近呢 上档还是一大堆卖出讯号 第一档也有买进讯号 第一条区域线翻多 可是收买出动线上不来 压力没有克服 没有跳空或带上查诺帮突破 所以目前就在这边整理 懂意思吗 那重点是这一段 因为这一段 这里跟这里差不多了 重点是这一段你没有避开 你没有避开就68%了 那你钱就赔光了 懂意思吗 那你可能这辈子辛苦赚了 你的退休金就没有了 那是很可惜的事情 那可不可以早知道 可以啊 早就跟你讲转空了 你不跑 对不对 所以股市里面没有后悔 你现在后悔也没有用 你一百万都已经赔掉68万 你一千万赔掉680万 来得及嘛 对不对 股市里面没有后悔 但是有早知道 有啊 不早就跟你讲了吗 这格局不对 我讲过很多次 连扭 转空了 好 环球经 没有看到砍单 很好啊 大家都在砍单 他不砍单 那很厉害啊 客户义务款 创新高 382亿 那很棒啊 哇 这公司不得了啊 对不对 又没有砍单 又义务款一大堆 好了 那我们看看环球经 来 那怎么股价创赛呢 怎么从高点拉回 66%了 你看到任何利多都没有用 对啊 你看到这个利多有用吗 对啊 可以说没有砍单啊 然后客户义务款 又382亿 创新高啊 那为什么股价跌得 跟猪头一样 那请问这个消息 到底有用没用 当然没用啊 有用怎么会跌呢 那有用股价在这里啊 对没有砍单 客户义务款很高 那股价就不会跌 应该在这里啊 怎么会在这里呢 你买进去怎么 一千万赔掉六百多万 不是吗 那你再细看 它的很多利多 你不要以为 它只有今天发利多 它一路都在发利多 一路股价跌 一路发利多 这样你听懂意思吗 股价一路下跌 它一路发利多 利多都没有用 安慰你 让你舍不得放 结果越赔越深 真的吗 真的有这样吗 来 这个今天的新闻 这个环球经 2024年 恢复啊 半导体货物成长 那表示他也没看好 对 今年明年还是没有看好 好 那2024才会恢复成长 那你看看之前发多少利多 6月7号 6月2号 对没有 6月22 6月22 一大堆利多 不是一个两个 四个哦 对不对 6月份哦 这边有四个 看到吗 八个哦 这边有四个 总共12个利多 货力都创新高哦 有没有 都创新高哦 最后呢 就要股价跌66% 那请问你看了 任何新闻 任何利多有用吗 这个结果告诉你 完全没有 你只是越赔越深 越套越深 然后你又舍不得买 利多来 这很好啊 很赚钱啊 你舍不得买 最后越跌越深 越跌越深 到最后你后悔莫及 那股市就是没有后悔药啊 不是嘛 你买进去也没用 好 那我们说环球金在做什么 这边有写啊 台湾最大的细晶圆 这个要厂商 他做了细晶圆提供给谁 提供给晶圆厂啊 台积电啊 联电啊 这些晶圆厂啊 它是台积电的上游 好啦 问题来了 当台积电都不好 跌快五成了 跌46%了 联电都已经跌51%了 腰斩股价已经跌五成了 那请问你的上游供应商 能够有多好 不可能嘛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你看他发了那么多利多 天啊 对不对 台积电跌46%了 快五成了 对不对 好 那为什么 这个环球金 发了这么多利多 刚刚看到12个 今天两个14个利多 那股价跌66% 那你过去画这利多有个屁用 不是吗 对啊 那你发利多有什么用 股价跌得跟猪头一样 为什么 连他的这个下游 台积电都惨不忍睹 他是他的上游 把金元卖给台积电 那请问他会有多好 怎么可能 台积电不好 上游不好 也一样会不好啊 下游呢 下游也不会好啊 所以台积电很多协力厂商 台积电跌快五成了 他们这些协力厂商能够多好 不要给他便宜 不可能 所以你要有这样的联想 你才能做股票 你也知道这种产业链的关系 不然你怎么做股票 不是吗 还知道他供应台积电晶元 台积电大跌 他怎么会涨呢 一大堆利多都没有用 好不好 哎呦 原来这里早就转空 这里是1月21 现在已经11月 11月二好了 那你看他转空之后 其实早就转空了 那我们转空之后 到今天修成完毕了没有 没有耶 投资本来这乖力还很大 这种股票是不能买 你不要看他跌66% 这是不能买 这样懂意思了吗 那如果你去买很简单 你学会就缴不完 好不好 股市没有后悔要 但是找 但有早知道 有啊 那这里1月份把它卖掉 这里很漂亮啊 不是吗 你到这里对不起 后悔莫及66% 所以你如果以往 操作抽了股票 希望你现在就看得懂了 不要再记得老是后悔 我们早知道 早知道才能避开风险 早知道才能够股市赚到钱 这样懂意思吗 好这很简单的道理 来训捷 捷训 这边有写 第三季赚5.95 这边重点在这里 获利连18季成长 天哪连续18季成长 一年4季 4年16季 4年半连续成长 吓死人 这什么股票 连18季成长 吓死人的获利连18季成长 基本上这家最棒 对不对 连续4年半的成长 获利 吓死人 对不对 那请问股价在哪里 对啊你连续4年半成长 你股价在哪里 那如果股价又是这样呢 那你获利成长有个屁用啊 那不是吗 你看到吗 光这里这样就五成了 那现在打地躺拳 来地上打滚 爬不起来 那请问他连续18季成长 有什么用 你告诉我 你看这个有什么用 看他没有用啊 如果你到今天还没有醒 以后你学会还要搅更多 你很多看东西是没有用啊 那你以为有用 后面就学会搅不完了嘛 不是吗 好不好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国泰勇 就是00878 这个ETF 70几万人 获利 这个花行量是全台湾第一的ETF 这是非常非常多 最近要出息了 要出息0.28元 今年每一季出息 到目前为止 如果您这个0.28配进去 刚好是配1.18 这一整年 2020配1.18元 好了 股价走势就很重要了嘛 对不对 好 有没有 配0.28 今天四季总共配成1.18 来 你看跌22%了 那如果把1.18加上去 头这边 1.1 那就是16.4嘛 高点呢 19.7 你就算把1.1加上去 你还是赔了一屁股啊 不是吗 所以你以为发高股息有用吗 你参加高股息好像 好像都是保平安的 你不要搞错了 股市跌了 它照跌不误啊 懂意思吗 所以这个没有用啊 你看到高股息没有 哎呦 原来是空头格局 那目前呢 目前格局也不对啊 三线破两线啊 所以你这一段早就该跑了 所以这一段 你看从这里是1月 到现在11月 这段不对 就是两个礼拜嘛 这个也不对 今年就是两个礼拜对而已 你买这种要干嘛 你买的是赔钱啊 不是吗 好不好 好 另外高股息还有什么 0056嘛 对 那0056呢 天啊 32% 你以为你买高股息就赚嘛 赔死你 我不骗你 好不好 好 原大高 也一样啊 就是一个礼拜10天左右 今年到现在 就10天左右 其他都不对 好 这个投信公会啊 投工要去推啊 校园讲座 我不希望啊 他们去我叫人家 你买高股息啊 买ETF啦 不是一样 赔了一屁股 去宣导 要宣导正确 不要宣导 EPS啊 本益比很低啊 就可以买 如果宣导这个 那不如不要去 他没有邀请我嘛 对不对 好 原大台 005了 已经跌37%了 所以如果你今年买一屁 到现在没跑 天啊 真的伤得很重 有人花4000万去买005年 有啊 真的有啊 为什么自己要 带头买股票 用绝招下猛药嘛 做错嘛 做输了嘛 现在只能用下猛药 之前都做错了嘛 台积电600块以下 结果跌到破400了 安慰霍言 我跟你们一起同甘共苦 我砸钱进去哦 万一跌下去 你们不要过来 我跟你们同甘共苦 你赔我也赔 所以你不要跟我抱怨 万一赚对了 当他长了 你懵到了 你看我多厉害 我圈台湾第一 鬼扯蛋嘛 这不是鬼扯蛋 是什么 这样的行为是非常糟糕的 有没有 有啊 当然有人这样搞啊 有没有 为什么不能买 这怎么买啊 你买这一段 怎么会赚钱呢 压力这么沉重 头这边哦 这很多人是专利不足 害死人 很可耻 股市没有后 我要只有早知道 早知道才能够成为股市赢家 所以6000点下跌 也提醒很多人 原来演讲人 很多没有用 懂意思吗 DK人数很多也没有用 YouTubeDK全国D有什么用 还是都讲错边的 鬼扯 报纸比赛宽区也没有用 我讲错 600块以下是老天爷礼物 跌到破400了 你买一句话 最少赔四成了 所以乱吹你有一大堆 这对股市真的是伤害 好不好 时间的关系 好 想要数位2500699 这是我赖的地方 你可以搜寻加入 有问题发生 记得留下电话 时间交给明乐 更多的操作策略 建议关怀 请张老师帮大家进一步分析 东森粉丝那里手机扫描QR Code 扫描免费加入我们的Lite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并留下来 张一铭会尽速回答你 记得来扫描QR Code 用Lite加好朋友扫描就可以 扫描免费加入 这是免费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入Lite是免费 说你是东森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张一铭会尽速回答你 欢迎回到讲迭密码 这把时间叫你张老师 好的 我们看今天的报纸登出来 政府的前三大退休基金 赔了6千多亿 6165亿 赔得非常非常惨 光达动基金就赔了5000多亿了 那你想想看 赔在什么股票 投资面 因为他们都买台积电 29% 33% 37% 29% 光一档股票 占整个基金的比例都将近三成左右 结果台积电 台积电跌46% 懂意思吗 是光一档股票 就把他们赔死了 最大战犯当然就台积电 好 那台积电跌得这么深 台积电怎么还在创新高 当你看到消息来创新高 股价跌快五成 那你怎么办 所以散路是没有帮助了 这个很可怜 因为他不想怎么办 股价跌了五成 台积电营收在创新高 获利在创新高 对啊 那股价跌了快五成 那你怎么办 虽然很多人找不到眉目 不然连电也一样 获利创新高比去年好很多 结果连电也是一样 对 都创新高啊 可是股价跌五成 那怎么办 他说没有 只能说你的投资观念是不对的 你以为他创新高 然后就会涨 不会啊 跌死你啊 懂意思吗 所以你要看得懂 其实你的超股 选股的 这个操作逻辑是不对的 那你要怎么修正才能够成为赢家 这才重点啊 哦 空头格局 那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每天喊多啊 对 教会员买台积电营 就害死人啊 对不对 好不好 原来外资一直卖 原来四个 六个死亡家都出现 怎么会都没有人告诉你呢 这些都是很基本的 你也应该知道 可是没有人告诉你啊 不是很可惜吗 现在你才看到利空来了 对不对 利空来了 一大堆利空来了 对不起 股价中错了 为什么没有人在三月份的 就告诉你 三月十号 东升电视后面 告诉你台积电一大堆问题 八个问题 全大堆只有我提出来 不是吗 这样你会不会买台积电 不但不会跟你讲 一百多次不能买台积电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操盘功力 怎么会痛苦呢 怎么会有压力呢 是不是 所以很简单 观念要正确 工具要正确 你才能够成为 真正的股市赢家 懂意思吗 好不好 来 小小鼠A 250069 你看我二位就跟你讲 台股要大跌 小小小鼠A 250069 这是我大利本 你可以搜情加入 有问题发生 记得留下电话 时间交给明了 感谢分析的提醒 观众朋友本公司 所推荐的分析 之类有加证券 无不当资财物 东升粉丝那一手机 扫描QR Code 扫描免费加入我们的Lite 说你是东升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并留下来 赞免会尽数 会答你 记得来扫描QR Code 用Lite加好朋友 扫描就可以 扫描免费加入 这是免费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入Lite是免费 所以你是东升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赞免会尽数回答你